我們趕快坐下來繼續跟各位分享 但我們知道所有的命理學三大架構 星數、公、未、分、運、算 所以你首先要先掌握住 今天這個紫威這個命理學問 它有哪些星數 像八字的話就有兩組 一組的話石天干 第二組的話石其雄星數 星座的話就12個星座 那紫威的話馬上就告訴各位 它第一組最重要的14個組星 記住喔 它是14個 然後只有14個組星嗎 當然不是 它還有甲、乙、丙、丁、物 五個等級的腐星 所以有的人講到紫威斗數比較好學啦 就像老師講的運算規則 沒那麼複雜 但是呢 它所有的星數 在目前當下的命理學裡面呢 它是最多的 所以我們可以講呢 易經有八卦有六十四卦 所以你也可以說呢 易經有六十四個星數 所以六十四個有沒有覺得已經很多了 有啊 但跟各位報告 指揮它第一個主星是14個 下面有甲、乙、丁、物 五個等級的腐星 它不能算一算的話呢 三百多個 所以那個指揮總數的甲命 你可以翻開算一算 因此呢 通常老師在上課的時候呢 我只希望你先學會 主星 跟甲級腐星 那主星有14個 甲級腐星有18個 就先學這兩個就好 剩下的乙、丁、丁、物 暫時先不要去學它 就像你們上老師八卦初屆的課程呢 常聽到老師講一句話 哎呀 那個有天堪的土星 那下面有地支的腐星 那腐星有一個的 有兩個、有三個的 馬恩把第二個跟第三個 都先給我劃掉 所以你們在下一堂課 來上老師抖數的課程的時候呢 可能你自己都可以練出密盤 或是請我們佛長的師姐呢 用電腦程式 幫你抖數密盤練出來 你就會發現 那個抖數密盤裡面 有十二個工位 每一個方格裡面喔 上下一排 左下一排 右下一排 裡面一大堆這個星數呢 你就會聽老師跟你講說 慢慢把立可排拿出來 立可排喔 然後保留祖星 保留甲吉星 那祖星要拿幾顆 甲吉星要拿幾顆 都會教你們 那剩下的疑病丁、物 非屬於祖星和甲吉星 全部用立可排 塗掉 這樣你那個框框裡面呢 突然你就會發現了 哇清爽很多 瞭解嗎 不是星星多就好玩啦 懂嗎 那這就是我們在學習過程當中呢 是不是進到很重要的 運算規則的教討 第一件事情的運算就是 把這個儀秉丁或的星星 把它除掉 好 我們在後來看 那既然 祖星是最重要 才成為祖星嘛 那我們瞭解一下 有哪十四顆 跟各位報告呢 你要善用 你一下的人物或是物性 其實呢 在這種你一下的人物性裡面呢 我跟各位報告 用的最成功的是星座 星座直接告訴你 獅子座 你的印象沒有馬上出來 哎呀 你女兒的男朋友是獅子座的 這個男朋友非常的個性剛健有猛喔 很有那種大男人味道喔 如果你的男朋友是處女座的 你會覺得很歸嘛 所以處女座跟獅子座 請問他的個性特質一樣嗎 是不是藍原本給測 有沒有很直接的表達出來 好 那如果還有兩個 很有名的 雙子座跟雙女座 可以去體會一下 為什麼要刷他的那個字嗎 我們在精神醫學裡面 有沒有聽到 雙種矛盾充足人格 多種人格 雙種人格 矛盾人格 這個精神意識分裂 就是那個雙子 八字裡面有沒有談到這種個性 有沒有老是拿到喔 你這個有興趣變 那個變 是不是開始問題的變化 就是雙種人格會產生 斗數裡面有沒有這樣的特質 有等一下就提到了 斗數裡面有一個非常重要的 叫陰陽性 就是等同於雙魚座的這種雙種個性 所以你要是不是慢慢了解 現在的精神科學 跟我們傳統的命理學 是都可以結合的 好 那我們就了解一下 怎麼樣去從他的人路 跟物性呢 很快的去掌握 我們先看到 紫微斗數 第一顆星數不就是叫紫微嗎 好那紫微呢 在人路克星裡面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形容為 他就是等於皇帝 他會有皇帝的特質 那不要想到皇帝呢 就什麼都是好的 皇帝有沒有很多缺點 有他的優點 也有他的缺點 就像在想 嗯輕這樣子 那皇帝如果是 一顆很重要的星數的話 那我們把它衍生出來 在天上的星數裡面 紫微星是被稱為叫北極星 天上永遠在北方 最亮北斗極星 最重要的頂端的那一顆 最亮的星數 也被稱為叫紫微星 所以它也是很重要一顆 天上的星數 那這種天上的星數 在紫微朵樹裡面有四顆 不要懷疑喔 天上的星數就代表 它的出身位階 那天上的星數 除了有這一顆北極星 紫微星 還有哪兩個星 我們每天最熟悉最常見的 不就是太陽月亮嗎 好 那有太陽月亮這兩個星數的話 月亮是比較偏向於 陰柔的 女性化的 靜態的 那相對的太陽 是不是就來得比較 陽剛激進奮發 感覺跟那個獅子座 幹的是不是蠻像的 那如果紫微等同為皇帝 那我請問各位 皇帝下面要不要分屬文武百貫 所以我們慢慢叫做人物體系呢 用這種朝頂的制度呢 我們很快呢 就可以來掌握住 有哪幾顆十四個主星 所以天上星數有 紫微北極星 太陽月亮 月亮是請向你文官體系的 那我請問政府裡面 要不要這個文官 那第一個文官 不就是行政院長宰相嗎 幫忙皇帝來管理這個政府 所以叫天府 這樣懂了嗎 那天府就代表行政院長 行政院長下面 要不要這些 這個次長 辅佐的各 俠管各部會的這些所長 那歸他來統籌管理 那這個叫天相 進步的來辅佐行政院長 管理整個政府的 就像媽媽一樣 所以天主你也可以把他用人物 形容為像爸爸 天相就像媽媽 所以天府天相 這兩個星數就確定了 然後位階有沒有分出來了 一個叫爸爸 一個叫媽媽 一個叫主管 一個叫副主管 好那政府裡面請問 要不要這些參謀軍事 歷代以來最有名的軍師 不就是諸葛亮嗎 請問諸葛亮有沒有人員散道 有沒有很寂寞巧智 有沒有見夢穿陣 看你的機會 折戰群爐 所以天機嘛 機會分子 然後心思磨虐有沒有靈活 很會講話 很懂得去運籌帷幄 所以以天府天相天機 哪一顆星數口才最好 當然是天經嘛 但他的位監就是軍事而已 好那有這樣的一個政府管理的非常妥當 但是一個國家最重要的核心棟梁 是不是要一群很樸實的老百姓農夫 所以國家的棟梁天娘 所以天娘就帶著一群很可愛老實的農夫 懂了嗎 好那整個國家被管理的非常的頭大 那可不可以來雅蘭玉尼 可以啊 那雅蘭玉尼一家人都快快樂樂樂的 就天天開童樂會啊 這叫天童 所以天童就等於 你雅蘭玉尼之後的女兒 而很快我們把這個文官體系的補科星數 有沒有一下子就了解完了 政府要有轉向 要有行政院長叫天童 要有各部份的次長協助行政院長的管理 就像媽媽這樣子叫天相 要有這些參謀軍師叫天機 要有一群善良可愛的老百姓叫天童 然後雅蘭玉尼天天開童樂會叫天童 所以位階有沒有提升出來了 那我就直接問各位 如果你的事業工快樂工 你想要同會讀書的話 請問是天相還是天童 天相基本還當到什麼 各部會首長勒 各部會首長要不要讀書 你看哪一個部會首長 幹嘛不是高考 幹嘛不是博士的 那天童勒 女兒西會讀書嗎 她只會怎麼樣 被人家照顧 天天在那邊享福而已 那天童會讀書嗎 她會讀書她就不用當農夫了 她就去考高考當工人員了 懂了嗎 所以有沒有位階馬上也分出來了 然後如果會讀書的話 天童比較會讀書 還是天相比較會讀書 天童又更會讀書 但不一定喔 因為天童跟天相 爸爸跟媽媽有一個很大的區別 不是在讀書不讀書 而是在承擔責任 那有擔當性 天童的擔當性 會比天下的擔當性更加的強烈 這樣了解了嗎 好 這個就是文官底細的五顆星數 有沒有馬上就記起來 那有文官要不要五官 有行政議長要國王部長 要五將軍嘛 這叫五曲 那為什麼要五曲 因為有一個曲子就代表呢 以前五將軍 包括現在呢 你要當到一個將軍啊 難道只會打仗就好了嗎 要不要能文能武 所以曲子出來 你要懂得這一些磨裂 所以五曲呢 因為他能夠開疆亦定 他就會成為呢 手術裡面非常重要的一個叫 補財神星 因為他可以去開創新的格局 然後比天府更有承擔 那你要五將軍 下面要不要有副將 那個副將就叫連征 那連征呢 顧名思義你看到這個星數呢 這個名思你會不會覺得 這個名思好像感覺蠻不錯的啊 叫連人針解嘛 是不是 但是連針要特別注意 他就是斗樹裡面 最具有雙重陰陽星特色的一顆星數 他就是等同於雙魚座的那種特質 他會擁有陰陽星的變化特質 那這個是在斗樹裡面呢 最特別的一顆星數叫 炎真星 他是代表副將星 他的代表人物 都可以把他記下來 就等同於趙子龍 三位隱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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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隱 他的武將就是關於空 一直想要把他拉往進來 對他非常的履愉 然後所有三國的武將裡面 他最怕趙子龍 可以知道為什麼他怕趙子龍嗎 趙子龍不是武力最厲害的 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趙子龍又被稱為叫做白袍將軍 蘇生將軍 你今天試想看看 曹操那種非常多餘的人 假設有一個蚊子彬彬的蘇生 然後說 在像我一個文件報表呈現給你看 結果送上去的時候 手中一把小力量翻手 一把就刺向曹操心臟裡面去的話 會不會把曹操嚇死掉 因為曹操看你是蚊子彬彬的蘇生 會防範你嗎 不會防範你 因為以前的武將就武將 最有名的關雲草 張飛 哪一個不是跳漢 跳漢不得了的大漢 你看這個武將稍後遠一點 對不對 文族蘇生 是不是就蘇雲彬彬 反個身 一刀就把你刺死掉 這就是連真的可怕性 所以在命裡面 有沒有稱為一個叫天生反骨心 最後就是蜀漢裡面的衛蠅 這諸葛亮一死掉 馬上就叫他馬超還是誰 一反個身 一刀就把衛蠅給砍掉 天生反骨 連真就是天生反骨心 好 再來的話 這邊要有天姬參謀軍師 補官裡面要不要這些諜報人員 諜報人員叫巨門 所以有兩顆口才很好的星數 一個叫天姬 一個叫巨門 哪一顆會說謊 天巨會說謊還是巨門會說謊 都會說謊 但是哪一個說謊會說得更加嚴重可怕 巨門 這樣懂了嗎 所以巨門入命宮的人 或是巨門落在官入宮的人 你都要特別小心 而且巨門落在命宮 這個人天生就是會說謊 而且說謊不能找草口 說謊呢 臉後氣不穿 他們會覺得這沒什麼 就是很自然 懂嗎 好 那軍隊裡面要不要有一群很重要的士兵 就像國家裡面要有天娘 這一群動娘、農夫 那這叫七薩 所以七薩呢 他代表的就是一群執行能力的士兵 他跟天娘呢 都是屬於比較低位間的星數 這樣懂了嗎 好 這個叫體制 從皇帝五五百關 一直下來呢 我們稱為這叫體制內的星數格局 那你差不多算一算 十二顆 那老師 你說十四顆主星呢 那既然是要講能力體系呢 有照規矩來的 遵從道德理法的 叫體制內的 那總是要有幾個 這個離經叛道的規矩 才給你不考任考了嘛 對不對 我們稱得到體制外的 所以體制外的第一顆星數代表人物 不就是要破軍嗎 所以破軍不就是直接對著你 代表皇帝體制的指揮星直接對幹 所以破軍的位階呢 就是等同於這一顆指揮星 但是講到這裡呢 各位要特別特別注意 如果上課有八字的課的話呢 常會聽到老師講 十極凶星數 你的八字科局裡面 如果四大凶星 這什麼偏硬啊 傷官啊 劫財欺煞 很多的話 你一生的坎坷 波折 不順遂 就會很多 所以八字雖然運算規則 比較複雜 可是老師把他的吉凶星數 定義得很清楚明白 學起來你還比較容易懂 但是指揮斗數 我要特別強調 講到這裡 指揮破軍 你不要來跟我問說 老師 指揮叫皇帝星 所以指揮是不是代表一顆吉星 然後破軍是反傳統 搞破壞革命分子 所以他是不是一個凶星 然後各位報告 指揮斗數裡面 沒有這麼強烈的吉凶星的特色 所以他一直強調 你在指揮斗數裡面呢 你要去掌握了解這個星數 他特質上的優缺點 所以某程度 你學到最後 你會發現 指揮斗數 就我的經驗 他要論到一些 霍伍吉凶的變化 比八字還更加困難 因為他不像老師已經整理說 八字有吉凶星 對霍伍吉凶陰式的變化 他的掌握很直接 斗數沒這個功能 你不能說 只維持吉凶 破軍之凶星 不可以喔 這樣概念有沒有接力起來了 好 除了破軍之外呢 最燦爛 最複雜多變 最多才多姿的 最後一個星數 就叫貪狼 不明思義 就是擁有像野狼 這麼樣的強悍 這麼樣擁有動物欲望本性的 一個特質 就叫貪狼 所以體制外的兩顆代表星數 一叫破軍 二叫貪狼 那相對的 你也不能把貪狼 視為他是雄星 他只能告訴你 這一顆貪狼星數呢 他多才多義 他積謀巧智 他離謀善變 他擁有很強烈的欲望星 這樣懂了嗎 好 最後一分鐘 那講到這裡呢 你們可能就會有點懵了 阿老師 那你會跟我們講 只維抖數 十四個主星 要去掌握他的偶缺點 他沒有很絕對的疾惑 那我們該怎麼學啊 其實 你就要先學會 心理學上很重要的具體 這句話叫對的人 要放到對的地方 那什麼叫對的人放到對的地方 紫維抖數不就十二個公位嗎 好 我只簡單問各位 一個很簡單的應用 你馬上就懂了 我們這十二個公位裡面 第一個命功叫個性 財博財財富 官入事業 夫妻感情 你覺得放在這四個功能裡面 哪一個功能最棒 個性 財富 事業 夫妻 哪一個功能最棒 哪一個功能最好 個性 太好了 這個師兄你下禮拜真的要好好來上課 不要缺課 還有沒有其他的意見 我跟這些報告 子威放在財國功最棒 放在命功個性最糟糕 怎麼叫最糟糕 誰願意跟一個個性 像皇帝的人相處請出手 你知道皇帝的個性怎麼樣嗎 霸道唯我不尊可說就算了 有誰現在民主時代 誰願意跟這樣人相處 注意喔個性子威入命功 不是代表你是皇帝喔 是你的個性像皇帝 這樣懂得嗎 所以你子威如果落在命功的話 你將會成為一個很難相處的人 然後跟你相處在一起的人 將會非常的痛苦半分 有沒有聽過一句話半軍半武 那如果你子威落在財國功 你的財富你對錢財的管理 會像皇帝這樣有福報 懂嗎 皇帝不是全國最有權的人嗎 密寫的概念是這樣子 了解了嗎 然後第二個不好的 子威落在財國功 也不會產生太好的結果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在學子威 有一個很重要基本的觀念 我就形成了 這個星數的優缺點要放在最適合的工位上 他就會產生他的優點 然後會讓他缺點降低 這個就是學子威最重要的運算第一規則 對的人要放在對的地方 這樣了解了嗎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就先跟各位聊到這裡 接下來呢 這個下一堂課我們會繼續跟各位介紹 還有講解復興 甚至整個命盤的整體的結構 都會引導各位一一的來慢慢了解 所以不要急 好那我們就先下個休息了 謝謝各位 謝謝大家